剛才我們介紹到是你可以把程式集裡面的東西拖出來 可是呢 其實有些畫面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喔 像這一頁 設定怎麼在這裡 我這一頁 怎麼有兩個東西在這裡 這一頁我還空空的啊 我還有很空啊 我可不可以把別頁搬過來 也是一樣可以啊 同樣的做法 你就是按著它不要放 然後慢慢往旁邊 移到這裡 也許擺在這裡 設定乾脆擺在首頁 這個也是一樣 圖片庫 我也按久一點移過來 放在這裡 那現在感覺我都集中在首頁 後面幾頁 暫時都不要放東西 都可以移啦 那現在我們要先講 先來跟各位介紹LINE 讓各位至少 說不定今天回去之後就可以開始玩了 這個LINE 我們先把它點 點擊起來 執行 點一下 用手去點一下就可以執行了 執行的時候 過去你沒有玩過LINE的人 你沒有帳號 你是沒有帳號 你是沒有帳號 不要想說你是拿那個什麼 那個Gmail帳號去登錄喔 LINE跟Gmail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他根本不知道你的那個Gmail帳號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註冊新帳號 OK 然後呢 你可以先針對第一個 把主要國家點下去 選你的台灣 看到沒有 好 台灣 這裡 點一下 好 這邊就有台灣了 這時候再打入你的電話號碼 但是 在打之前先跟各位講清楚 一支手機 就一個門號綁一個LINE的東西 也就是我舉個例子喔 有一次喔 我先跟各位講個例子 有一次我為了要去介紹我一個朋友 也裝LINE起來 然後呢 我想說 啊 乾脆先用我的電話號碼註冊 可是我的電話號碼已經註冊在一支手機上頭了 如果我再去幫別人去註冊 然後他打入的電話號碼 我就打入我的電話號碼 一打進去 你前面那支手機的所有資料 你的LINE的所有資料會被清掉 所以你不要再重複打第二次你的那個手機號碼 了解嗎 你要打另外一支號碼 就是如果你已經有一支手機上面的電話號碼 已經是綁的那支 那個LINE上面就已經是那支電話號碼了 現在你有第二支手機 請你不要再打同樣的電話號碼 否則你前面那支的號碼 上面的那個LINE的資料全部清掉 甚至有可能你的朋友 以前曾經發生過 我的朋友都看不到我 所以你要先記住喔 如果你原先有LINE的人 你的那時候那個LINE是綁的 上面的這個號碼是打哪一個 你現在如果你現在是另外一支手機 你想要用另外一個LINE 另外一個帳號的話 請你弄第二個號碼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因為你原先是綁的是舊手機 你那個舊手機你暫時不要用了 你想要用新手機 你希望你的親朋好友到時候都是 你原先的那些朋友 你還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你就是 你就是在你的新手機裡面 打你原先的那個電話號碼 這樣就可以 但是我跟你講 短暫時間 你的朋友會看不到你 除非你針對那幾個好朋友 可能再去發一個訊息給他 他就會看到你了 他會是這樣子 所以記住喔 那個如果你的那個號碼 已經是過去用過的號碼 除非因為你是舊手機 那支手機到時候 資料裡面的資料也不要了 你要不弄在新手機 你可以打原先的那個號碼 那也跟各位講 你的那支 舊的那一支的 LINE的所有資料會被清掉 OK 所以各位去斟酌 這邊先打一下是哪一支號碼 請大家打進去之後按下一步 這是先註冊 如果各位從來沒有玩過LINE的人 要先註冊 可以嗎 來各位先做註冊的動作 請問你 如果說我的手機是這一支A的號碼 或者是機板呢 你不能用L嗎 對 也是一樣喔 因為我 我除了有一支手機之後 我也有一個平板 那時候我也想說我在平板上 我想說欸 我就用我同一個帳號就好了嗎 可是就是喔 然後我輸入到平板的時候 也打那個原來的那個A的帳 那個那個內政綁的帳號的那個手機 一弄我第一支A的那個A手機的LINE 全部清掉了 然後平板 重新在平板那邊 看到所有人的LINE 這樣了解嗎 但是別人的別人別人的 你的名字會暫時從別人的那個LINE裡面清掉 人家看不到你 除非你一個一個再去 傳一個訊息給他 他才會再重新看到你 有點討厭的那個做法 可以嗎 好 一個門號把你的手機都沒有 對 一個門號把一個手機 除非你那支手機是舊了 你那支手機不要了 要有新手機 你這時候就可以把原來那支手機的號碼 打到這裡來 那他就全部資料都過來 那像是我們手機跟平板電腦 不要有寫的 看不到他用 對對對 那不然你就乾脆你就分 你就弄兩個 兩個門號 對對對 了解嗎 來 你先各位先註冊 先把那個電話號碼打進去 那因為我這邊暫時不存 因為我到時候 我的號碼又會被吹上去了